我现在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联络名册 例如说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这是关于就是一个自动格式的设定 以前我们都只有谈到颜色 可是有时候呢 当我们今天从资料库捞资料出来 其实我们的手机号码 它其实是会分成三个部分来去存放的 就好像说家里的弟子 不管你有像没有像 像弄好 反正它就是给你一个空白的内容在那边 就是说你可能就是每一个人 不管是谁 反正都有六段 把一个弟子拆分六段就对了 只是有些人像我们家地区比较小一点 所以我们没有像根弄 只是这样子而已 可是没有照样都还是有那个空白 那您的手机号码绝对不是存成什么 0910 012 030 不是这样存的 我们一定是把它按照什么 通讯商地区码编号来去存 这有什么好处 请问一下这样子的码跟这样子的码 请问是不是这样子比较少 可以了解 好 还有 其实以后我们有了这样子一个规则 您是不是就可以再做更多的分析 例如说地区码 哪一个通讯商在什么地区的用户最多 这都是值得我们来去做分析的 举例来说我们讲说什么 到山里面好像就是要用中华电信 收讯比较好 对不对 就是也许我们会去做这样子的分析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能当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看我光是写这些就要写多少东西了 这是资料库下载下来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我要去找通讯商 这个通讯商不可能找那个910 应该叫做0910 还有地区码 地区码这边是不是12 是不是我应该呈现是012 你看光是要做到012就要写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编号也是啊 例如说他编号是30 可是我不可能是写30 我一定是030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些内容把它组合起来 可是我觉得我们是要学自动化嘛 我们根本就不是要教你这些东西 然后在这里面呢可能会遇到一些格式的处理 跟我们透过VBA自动来去做格式处理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开发人员聚集我直接执行一下 我已经写好在这里了 可是您看一下哦 我的程式码其实很短 当破回圈各位都知道 可是重点只有一行就搞定了 一行就搞定了 他就可以自动创造出来这样子的手机号码 而不需要透过如果是您处理以色谣的话 能不能一口气到位把这三个全部写在这里面 哇那你那个程式码是不是写得很长 我不喜欢这样子的写法 我比较喜欢就是说 假设我通讯商我先整理好变成0910 然后地区嘛 固定是3嘛 所以在这边整理 我先整理好再把它合并起来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不喜欢把就是这个整理加合并写在一格 你看如果写在一个这个内容再加上这样子的内容 再加上这样子的内容 然后再加上合并的写法 天哪我告诉你 那个内容保证你看到你不想要看 因为太长了 好所以呢我想我们就先从以色谣的处理来跟你分享起 然后希望说你放弃以色谣吧 就是放弃那个用以色谣的方式而是要用自动化的方式来去处理 好所以希望这个办例呢能够让你更加的有这样子的信心来去处理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怎么做 这个以色谣的部分 请问一下通讯商2 通讯商2 它里面内容应该是要放0910 那你也知道说0910 跟910 它其实会变成在数值计算上面是一样的 在数字的一个定义上面是一样的 可是我就是要放0910 我一定要把它转成文字 所以呢怎么转 所以这个里面的内容就变成说我要呈现等于 2撇0 2撇0 你不能直接放一个阿拉伯数字 要放的是文字的0 空一格and 空一格c2 enter 这样我是不是就产生了0910 然后以前我们以色谣是这样来处理了 接下来我就要请你们自己来去思考一下 那地区码2怎么算啰 地区码2怎么算 好请你们先动手做到通讯商2 这一栏的资料内容都算完 在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这个地区码2 地区码2我们不能都用加0的方式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123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加一个0 不行啊 123的话他到时候的应用应该就是用123 那可是78这边就要加0 然后19也要加一个0 然后9就要加两个0 所以当我们来思考到这有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要加判断进去了 就是有时候加一个0 就是有时候加一个0 有时候加两个0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当然就写一个简单的判断了 首先我们先判断他是不是三码 是不是三码 如果是三码的时候 我们就用原子不是三码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 我建议各位 我们应该写说判断他 如果是一码的时候 如果是二码的时候 如果是三码的时候 可是万一他这边是空子呢 对不对 我会真的建议你们 如果这里面 这里面就是还有别种 你从资料库下载下来 还有别种的形式 说不定放的是四码 这个时候我都建议你们 可能自己要再去思考一下 只是我现在不是为了要去讲 这个太多的那个下载下来 例外的情形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写 我会先写那个用长度判断 lan 判断这一格 那当然这边我们一看就知道说这是三格 如果是三格的时候 那我们就在前面写哦 假如 假如 瓜糊 这个等于三 这个时候呢 我就用这一个值嘛 那如果不是三呢 好 所以这边我要再继续写一个 假如 lan 这一格 假如这一格呢 那个等于二 等于二的时候呢 我就要写像白板上的 我就要呈现 一个零 控一格 and 控一格 然后 这一格 否则 否则剩下最后一种情就只有一个零的嘛 一个零的时候呢 我就写 两个零 and 控一格 然后接下来 呈现 第二 然后 又瓜糊 又瓜糊这边 红色 所以你往左边去看是不是对到这个地方 红色 接下来呢 再一个又瓜糊 是不是黑色 你就去看 他对 其实他刚刚呈现出来就是 当我选了黑色 你看这边是黑色 好 只是告诉你说 哦 这样子就封闭起来了 这个小小的设计 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快速点一下 往下复制了 当然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样子一个内容呢 套用在什么地方 这一格里面 只是现在呢 我们要把第二改成一二 然后接下来往下复制 是不是就全部都做完了 然后接下来手机号码就简单了哦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一格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这一格 空一格 然后 and 空一格 这一个 enter 可是这样子看他比较不好看嘛 有时候我们会希望怎么样 就是在这个两格之间多放一个文字 然后接下来这两格之间 放个and 放一个代许这个符号 这样是不是就变成0910 123 300 这样是不是比较容易被我们所观看到 这是以色谷的处理的方式 我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请你们先至少先学会 以色谷是这样处理的 可是这样处理法 可能在使用上面 对有些人来说是有问题的